自己多好吃的 小厨师 娃娃 今年六岁 小厨师 哲哲 今年五岁 小厨师 牛牛 今年五岁 小厨师 果果 今年六岁 欢迎我们的小厨师们 小厨师们 今天我们要自制水果酸奶 高不高兴啊 高兴 太棒了 那在做美食之前我们要怎么做呀 洗手 好 一起来洗手吧 洗手 默默没造型小手 看谁怕怕多又多 错错错又错错 小手变得很干净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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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洗完之后便忘记 关掉水浪浪 在做这个水果酸奶之前 我想问问小厨师们 你们喜欢吃水果吗 喜欢 都喜欢吃哪些水果呢 一个一个告诉我 牛牛 我喜欢吃香蕉 草莓 西瓜 香蕉 草莓和西瓜 那哲哲呢 我喜欢吃鸡红桃 虾椒 草莓 柴椒 还有火龙果 火龙果 那这边的果果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喜欢吃火翼果 我还头一回听说火翼果 什么水果都爱吃 最好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水果 水果呢大部分都是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 而且呢水果还非常的有营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种水果 拿起了蜜蚝桃 蜜蚝桃 那蜜蚝桃有什么特点 告诉我 用毛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餐刀先生来帮忙了 我们先把这个蜜蚝桃这一边头给切上 要切下来 同样的方法把另一端 这个头也切下来 用勺被它扣进去 沿着这个蜜蚝桃的轮廓 然后转一圈 转一圈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一个完整的蜜蚝桃的火肉 接下来呢用餐刀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的小块都放进这个小碗里 接下来呢我们要拿起这个了 香蕉 那我听说娃娃会跳这个香蕉舞是不是 对 香蕉舞 给我们表演一个好不好 香蕉舞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它像什么 香蕉 像香蕉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香蕉神器 那这个香蕉神器是怎么做呢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香蕉 炸炸炸炸炸炸炸 白光 没错 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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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拖掉啦 所以香蕉要是这样的 所以要脱外衣 一根完整的香蕉肉 把完的香蕉皮 记住了 一定要扔进垃圾桶里 如果随地乱扔的话 小朋友是很容易摔倒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扔进垃圾桶里 好了 好 对准香蕉 把香蕉肉放进这个盒子里 我知道有一种水果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它是红颜色的 草莓 对了 就是草莓 张开我们的手 像不像鳄鱼的嘴巴 好 捏住草莓的两端 轻轻地往下切下去 好 我们把草莓打开看一下 很漂亮 对不对 放进这个盒子里 最后要用到的这种水果呢 没错 香香的芒果 我们先来闻一下 好不好 它切成十字形状 好 切好的芒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往外一掰 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芒果的果肉 是不是都露出来了呀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用手呢 直接给它摘下来 小红果这样 好 水果都有了 但是酸奶在哪呢 别着急 接下来就请绿胖胖 带着我们的小厨师们 去智慧术农庄 做酸奶 好的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正式地来制作酸奶了 我们看 在旁边呢 有一盆已经做好的酸奶 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方法呢 是用一点做好的酸奶和这个牛奶混合在一起 大概是一比五的比例 也就是说一份酸奶呢 要放五份的牛奶 好 绿胖胖先来 把这里面放上几勺酸奶 好 大概放四五勺的样子就可以了 好 放完酸奶之后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牛奶倒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了 我们现在的这些牛奶都是经过高温消毒的 哇 好 不要浪费 好 干一点 来 不要浪费 好的 倒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搅拌均匀 好的 现在呢 我们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牛奶和酸奶就完全混合在一起 并且是均匀地混合在一起了 好 现在呢 可以把这个酸奶放到酸奶机里发酵 八个小时之后 酸奶就做好了 好的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等待我们新鲜的酸奶 终于是制作出炉了 哎呀 小朋友们太棒了 为自己鼓掌 好 接下来拿着你们的酸奶去找我们的红果锅大厨师吧 好 小厨师们非常棒 自己呢 都做了非常美味的酸奶 还给我带了一些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酸奶呢 打开 打开 好 把它先倒进碗里 然后呢 用勺子 把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放进去 用勺子给它们搅拌一下 好 吃 好 我们的自制水果酸奶大功告成 想不想吃啊 想 别着急 在吃它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呀 小米桌子 擦擦桌子 洗洗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杯子 整理 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 自己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哇 美味的自制水果酸奶你们都学会了吗 让我们再来做一遍吧 第一步 将各种水果切块准备 第二步 自制发酵酸奶 第三步 将水果和酸奶混合搅拌均匀 这样 自制水果酸奶就做好了 为什么啊 我们才说了